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我不怕风雨去追逐彩虹 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以为你 我放飞梦想 去拥抱彩虹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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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天美答应我的求婚了 奶奶 你开心吗 天美 奶奶真的很高兴 奶奶 你要多休息啊 准备好体力 等你准备好体力了 我还得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就算奶奶要参加婚礼 也是先参加我们的 还落不到呢 哥 你听到天美答应我的求婚了 我都听到了 虽然你跟小金仙结婚 但如果你不加油啊 我跟天美说不定后来居上 先生孩子哦 哎呀 瞎说什么呀 不行 他们现在全都在 喂 爸 爸 是 好 我马上回去 哥 怎么了 爸说要跟我讨论喜业上的 宾客名单 我得先回去 对了 奶奶明天做手术 有些手续要办 你就帮我处理了 那先去吧 奶奶 我先回去了 哦 你好 我想现在去帮奶奶买一瓶 按摩手术乳液 好啊 那我顺便去柜台办手续 好吧 那我们先出去吧 奶奶 你等我一会儿啊 来 你快去快回 好吧 嗯 好 喂 天昊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知道 现在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就照你说的做 他们现在刚走 赶快过来 没有时间了 喂 小婧 你在哪儿呢 我正要去看奶奶呢 我也在医院 怎么没看到你 哦 不 我还在去的路上 哦 对了 爸要跟我讨论 行业上的冰口名单 我得先回一下公司 奶奶要动手术了 碧盒和天梅 他们去办手术 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奶奶吧 放心 奶奶就交给我来照顾 奶奶 别害怕 我马上就要和小妍结婚了 将来我就是您的新媳妇儿 我怎么会害你呢 奶奶 是我对不起你 将来 如果有人要害你 肯定不是我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一定要记住哦 奶奶 医生来了 那我就把你交给医生了 我去看看 拿立衡的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他们刚走 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抓紧时间 嗯 老太太 你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吧 嗯 老太太 你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吧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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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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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先生 这份资料我交给你 不要记住啊 五月以后不要进去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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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天奶 奶奶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 你说什么 我没有和奶奶在一起啊 你说会不会是严格 带奶奶出去散步了 不会啊 都回公司了 那奶奶怎么会不见呢 现在没时间请示了 你先去外面找她 过去护士站本 是不是有人把奶奶 带去做铁查吧 我们保持联络 好不好 好 原本想带你出去的 现在看来 只能让你在这儿度过余生了 您好 请问有没有看到 B202室的张女士啊 没有 你确定吗 可是一定有人把奶奶带走了呀 美美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慌慌张张的 小金 立芳跟我说 奶奶不见了 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啊 怎么没有留下来看好奶奶呀 我什么我呀 赶快去找啊 我说颜老太太 你孙子严格很了不起啊 掌管那么大一个企业 可惜她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连孙小金是什么样的人都不了解 就要跟她结婚呐 您好 请问有看到张女士吗 哦 没有 坦白说吧 等您一死 严格就会继承藏风 那么小金跟她结婚以后 至少会分到一半的财产 然后我和小金就回美国了 享受人生 不对 也许先来个环球旅行 你觉得怎么样啊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和孙小金什么关系啊 哎呀 好好好 反正你也要死了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 让您死得也瞑目 您听清楚了 我和孙小金早在几年前在美国就注册结婚了 我们是货真价实 如假包换的真正夫妻 听明白了吗 你还想动啊 我真是可怜你啊 你说你打下这么大一个江山 眼看就要落到我的手里 现在是动又不能动又不能说话 心里一定不甘愿的 是吧 您不高兴啊 您说您活得这么痛苦干嘛 看开点 这些风风雨雨都和您没关系 一切都云带风轻了 反正那些财产 你也带不走 就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吧 您说呢 护士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 她可能坐着脸椅出去了 对不起啊 小金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 我到的时候天美说奶奶 已经不在病床上了 我们分头去找 有消息电话联系 好 小妍丹这么担心 我怎么能再做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 可是天好 不行 我没有办法了 奶奶对不起了 只要你手术成功了 我就没有活路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天昊 你在哪里啊 小金 你听清楚 想办法把他们都支开 不要让任何人 靠近1314房间 奶奶呢 放心吧 我会做得干净利索 绝对不会让她感到痛苦的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就算动手术 奶奶的便也不一定会好起来啊 一定要这么做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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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Celebrity legs 乖 军小姐 你要的不过就是钱 只是要过幸福的生活 真的一定要绕出人命来吗 paying myirl露 一切就要结束了 您放心 不会有任何痛苦 孙小婧 你发什么呆呢 干嘛不帮着找奶奶呀 立衡 我刚刚想到 会不会有人知道 奶奶是藏风的董事长 知道她得病了 然后故意把她带走 然后肯定想勒索 不可能 奶奶在这儿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怎么会有人勒索她呢 奶奶一定在医院里 我必须尖尖找 这个老太婆还挺顽固的 好 你别管我鲁马都是你逼的 别动 哎 李恒 你真的打算就这样 一天天地找个事啊 哎 哎 好 命 奶奶 奶奶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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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您没事吧 我好在心您啊 没事吧 奶奶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奶奶别哭 奶奶别哭 别哭 好了好了 好了 我们走我们走好不好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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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张兄弟活不了 就把我跟你的计划和关系 不搞的 奶奶 你是想告诉我 是谁带你带走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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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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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金啊 嗯 嗯 嗯 李恒 你通知小颜跟天美没有啊 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到处找人呢 还没有呢 你打电话告诉他们 奶奶很偏了 奶奶 奶奶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 是我不好 我太粗心了 怎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 把奶奶带到别的病房 目的 不清楚 是啊 我也和李恒说了 可能 是有人觊觎奶奶是董事长 所以想要借此勒索 我 这里应该有监视录影带 我们调出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对 调出监视录影带 我们就能找到歹徒了 是 我们当然要查 我相信对方一定是由贝尔来 我们得更小心奶奶的安危 李恒 从现在开始 我照顾奶奶 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她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接近她了 田妹 谢谢你的好意 但你一个人照顾 实在是太累了 我们大家一起轮流照顾 明天奶奶就要动手术 绝对不能再出疑问 好 我同意 我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照顾 好 奶奶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万一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身体恢复了健康 那我就什么都完了 这件事怎么可以不报警就算了呢 明珠一定要追究到底 查出是谁要把妈带走啊 妈妈明天就要做手术了 这个时候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会影响妈妈的心情 这 妈 妈 妈 你们回来了 有没有查出带走妈的是谁啊 从监视画面发现 是医生把奶奶带走了 但她故意低着头又戴着口罩 很难分辨出她的长相 妈 看来这个冒牌医生是有备而来 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是谁在医院照顾奶奶 天美和小金 小金也在 明珠 我们去医院看妈 怎么办呢 这么会儿啊 这么多人去会影响妈休息的 不去看妈我不放心啊 那好吧 你们俩刚回来就休息吧 我跟你妈去一趟 走吧 好 好 糟了 我以为张秀年活不了 就把我跟你的计划和关系 都告诉她了 田昊这个笨蛋 竟然把我们的计划 都让张秀年知道了 万一她手术醒来之后 恢复了说话能力 那我岂不就是死路一条 到时候 我就是再会说 严格她也绝对不会相信我了 小金 你在这儿干嘛 我担心你啊 你没看见我正烦着吗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我想过了 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不能让那个老太婆醒过来 不行 我们要的是钱 是要过优越的生活 我们不能害一条无辜的生命啊 不行 这件事情我不答应 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小金 您冷静 杀人是要偿命的 那我也不想坐牢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 那死的就是你和我 可是人命关天 万一查出是我们干的怎么办 那就让他们查不出来 你是说 你知道 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如果病人在手术中醒不过来 那就是天意 谁都不能怪谁 小金 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如果有罪 我一个人扛着 你需要配合的就是 那个老太婆做完手术以后 你想办法把他们留在外面 其他的事 我来负责 小金 你相信我 我是不会害你的 有人来了 快走 小金 小金 你不在病房里陪奶奶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买瓶饮料啊 奶奶差点被人绑架 你还在这儿漫不经心地买饮料 真是不负责任 我怎么指望你今后来孝顺奶奶 好了好了 别再再怪小金了 咱们看妈去吧 走 为了小金 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下地狱都干 小金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会让你知道 我才是真的爱你 姐 你什么事情那么急着找我啊 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啊 没事的 这些资料你看看 这是什么 我之前不是说要以基金会的名义 来办活动吗 嗯 这样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这些都是文化单位的名册 你看看 我们跟哪家合作比较好 经理有位华先生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您 您要见他吗 华先生 是谁啊 他有什么事吗 他不肯说 不过他留了张名片 对 雁达国际医院 心理医生 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啊 谁去看心理医生了 我又没有心理问题 这我根本就不认识啊 好了 推掉他 你去忙吧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自己进来了 是你 你不就是那天我们在超市 你撞到我姐的那个啊 那个讨厌鬼 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我的啊 你叫我小森哥 小森哥 你真的就是那个小森哥啊 嗯 这么可爱 说话又亲切 而且还经常用感叹剧的 一定就是天美妹妹吧 正是正是 你好你好 而你小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凶巴巴的 还经常被我做的恶作剧下的脸色发白 躲在一边哭呢对吧 你还敢说 你 我知道我长得挺帅的 你也不至于这么盯着我看吧 谁盯着你看了 少自作多情 哎呀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好不好 哎对了小森哥 嗯 你们不是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吗 伯父伯母怎么样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有什么时候变成心理医生了 天美还是没有变啊 说话跟连竹炮似的 我爸妈都很好 而且他们也向大家问好呢 而我呢 这次是受聘回来当顾问的 一回来呢经常忙于工作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欢迎我 所以呢 到现在才来见到家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我姐才不会记仇呢 对吧姐 谁说的 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胸狭窄 而且记性绝佳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黑名单 谁要是欺负过我呀 我一个都不会忘 这就对了 我就是这么期望的 嗯 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呢 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总那么爱捉弄友善 但后来我学了心理学以后 我才知道 当一个小男生 故意捉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呢 其实是这个小男生 不能再向那个小女生表达 我喜欢你 你别以为你说了两句好话 我就会忘记你欺负我的事情 我知道 下友善哪是那种心胸宽大的人啊 我相信超市那笔账 你肯定还记在心上呢 不过换成我也一样 谁愿意看到一只青蛙 突然从天上掉到自己头上 一开抽屉看到一条蛇 对着自己吐舌头 所以我今天来呢 不只是说几句好话 而且郑重地向你道歉 过去呢是我不好 爱挑皮爱抖蛋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的过错 好吗 笑了 她笑的就是说她原谅我啊 嗯 我笑啊 只想证明我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 好了 家长已经聊完了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 我要工作了 姐 我今天来呢 我确实是有正式要跟你说的 我呢专长是儿童心理 我正在写一部关于 纯恶力儿童心理的书 我准备在国内出版 我听说你在打理一个基金会 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姐 你不是正要搞一个公益活动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 好了 那 你为什么要找我合作 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纯恶力儿童了 是因为 我觉得你从一个纯恶力儿童 发展到现在一个基金会的经历 你的传奇经历就如我的书一样 引人入圣可以鼓舞人心 更重要的 我觉得只有同样经历的人 才会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痛苦 所以我想借助你的力量和我的书 帮助更多的纯恶力儿童坚强自立 我相信你当初办基金会的初衷也是这样的吧 可是我还是不懂 现在国内帮助纯恶力儿童的基金会有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选我 你就这么不喜欢跟我合作吗 不是不喜欢 那你总要给出一个 我跟你合作的理由吧 好 我给你个理由 我的理由就是我喜欢你 我懂了 你口是心非嘴里说原谅我的 其实你心里还记仇 我不是记仇 好吧 那你把你的书拿给我看看 如果写得真好 我为什么不帮你 好 那我们一言为定 合作愉快 你先别那么开心 我还没有看过你写的书呢 那就拭目以待 妈 你永远都在我心中 你永远都会给我支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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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妈妈带起来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华斯 怎么样 那个房东有没有为难你啊 当然不会了 我怎么能说 而且我还免费给他做了个心理咨询 他要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我 厉害啊 谢谢你啊 赶快看看少了东西没有 你知道吗 这个秘密基地啊 曾经是我和浩天的小天地 里面的每一幅画 每一样东西 都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都在 你还没想到 蓁蓁 我帮你拿来这些东西呢 我不是想让你找回过去 我是想让你通过这些教训 学会勇敢坚强地面对你的未来 你知道吗 以前有浩天 还有妈妈陪着我 但是我现在就一个人了 你让我勇敢地往前走 我一个人往哪儿走吗 芝芝你告诉我 当初你为什么离开中口点 因为 因为我只要一想到 我妈妈为了我 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我就告诫我自己 我不可以再过那种 混沌的生活了 我不可以任人欺负 也不可以任人摆布 就算是为了我妈妈 我也一定要幸福 很好 说明你现在很清楚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其实你并不像 你的外表那么柔弱 你的内心很坚强 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就对了 我想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华三谢谢你了 没想到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但是你却帮助我那么多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 该怎么感激你 那为了答谢我 你是不是要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你什么意思啊 放心 我不会让你以身相许 走 陪我去医院 浩天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赶紧回来吧 安安她好像不舒服啊 行 你快点快点啊 刘沙 刘沙 你可回来了 来 来 慢点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生病呢 我看她今天早上还好好的 我今天就是早上 抱她到楼下转了转 陪几个邻居聊了聊天 突然她又哭又闹的 又咳嗽又流鼻涕的 她怎么这么烫啊 她发烧了呀 你到底是怎么带孩子的呀 明明好好的 怎么可能突然间就病了呢 有事啊 真是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外壁风这么大 你就不应该带她出去 明明就让小孩子 抵抗力不行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这 那怎么办呢 浩天 妈 安安她怎么了 她浑身发烫 可能是发烧了呀 你这个做母亲的是 怎么带她孩子 她发烧成这样 我带她看医生 这个孩子我有责任 你也有吧 你是孩子的爸爸 好了你们就先别吵了 赶紧带孩子去看病吧 好 我自己去就行了 刘善你 别别别 你一个人开车 还要带孩子 这不浩天已经回来了吗 这就说明 浩天她不是不关心孩子 浩天 你赶紧跟刘善赔礼道歉 不就行了吗 你快点 我车就在楼下 坐我的车去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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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都是我之前治疗过的病毒案例 你帮我过滤一下 看看哪些可以当我的新书资料用 可是 我 不要可是 你不说要报答我的吗 不过 话三名言一 不要好于你自己的能力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助手 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你了 这么多 还有呢 这些呢 都是我之前 研究过和治疗过的病例 又多又复杂 全部交给你了 这下觉得有你忙的了 来 放好 来 来 我来帮你 不用不用 没关系我自己来 自己来 那你就放到那个位置 嗯 小香 嗯 需要帮忙你应该说一下吧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让我学会自立 只要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就绝不要别人帮忙 嗯 有这样的决心很好啊 嗯 但是呢 万一扭到腰伤到胳膊就不好 哦 所以话三名言二 需要帮忙的时候要出声 借助别人的力量才会更加坚强 明白吗 哦 就好像你找我帮忙一样 嗯 话三名言三 永远不要反驳自己的老板 明白吗 哦 是 老板 好 那今天你就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 你看看 有什么可以用的 我要求你呢 把一些心得和感想都写下来 明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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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老板 我会努力去做 会努力做到最好 很好 哎 我现在还有心理咨询 这边就交给你了 哦 知道吗 天哪 啊 这些资料还真多哎 嗯 真够我忙活一件事 嗯 包那么久 水也酸了 给我包吧 哎 哎 有事啊 嗯 你看浩天多体贴呀 怕你手酸 知道帮你抱孩子 哎 要不是安安生病 他不会这么心疼我们母子的 十七号 哎 护士小姐 我们还要等多久 你们几号啊 我们四十五号 嗯 现在才十七号 你们再等等吧 哎 哎 哎 等一下护士 我的孩子病得真的特别严重 我怕这样烧下去脑子会坏掉的 护士小姐 求您帮帮忙 能不能把号更不往前提一下啊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啊 对不起这是规定 我们不能这么做 护士小姐拜托了 我真的等不下去了 我要去找医生 哎 哎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我求求你们了 你不能进去 有事 别这样 安安不会有事的 我们再等会儿吧 来 过来坐下 啊 你千万不能有事 有事的话妈妈也活不下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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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有事 有事的话妈妈也活不下去了 啊 啊 身心备受煎熬 你身为安安的父亲 你多想说几句好话 安慰安安友善 让他别太难过了 妈 您就别再逼浩天了 他心里只有珍珍 浩天 如果你忙你先走吧 哎 你干嘛死要面子 还硬撑着干嘛呀 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煎熬了 我做了这么多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现在安安要是出什么意外 那这一切对我来说 都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只希望安安可以平安 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浩天 你还是先走哪儿 我哪儿都不去 在这里陪你 我哪儿都不去 我哪儿都不去 在这里陪你 在这里陪你太多 你对我忽冷忽热 还说到永久 是我不懂 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 让你处于放松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 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都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 爱情的没有 我太过恨你 我太过恨你 爱到自己 谁也回头 我太过恨你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总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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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自己